而面对2019冠状病毒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财长王瑞杰在预算案中宣布设立 精进稳定与援助配套 现在就同人在国会大厦的本台记者洪宝林连线了解更多 保玲 A市的例题 受冠状病毒影响 政府是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宣布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帮助企业 那么这当中就包括了给予薪金援助 提供税务回扣和租金豁免等 在我身边的就是政府国会金融及贸工委员会副主席张思乐 张议员你好 那么议员我们知道就是政府今天宣布了很多来帮助企业的这些配套 那么你觉得哪一项对公司来说的用处最大呢 那些措施有直接对于公司的资源的收入有影响的 都是比较 我觉得比较好的 对它的整个运作都比较有帮助 所以在我的看法是那个在薪金补助方面 那个比较直接的 就是三千六块钱有为顶限的那个薪金补助 非常有帮助 另外一个是那个免除那个一个月的租金 就是小贩中心可以帮助我们很多这些小贩的摊位 摊主他们 还有就是JTC他们本身也说 每一个案例他们都会一一地考虑 我觉得这些在租金方面非常有帮助 那我们知道其实中小型企业面对的挑战也相当的大 这次的宣布足够吗 政府还能够如何地来进一步帮助他们呢 基本上对于在员工方面的薪金补助 还有就是租金方面 还有其他的 比如在投资方面 贷款方面 他们都有一一的这些措施 预算案都有 已经有考虑过了 这些都有帮助 最大的那个因素跟重要性是 多长时间的补助 还有多早可以收到这些 就是这些协助 好 谢谢张一元 那么除了基于企业援助呢 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也是鼓励员工 要利用这段时间来提升自己的技能 或者是进行培训 那我们也请到了 也是全国职工总会助理秘书长的 政府国会人力委员会主席郑德元 郑议员你好 那么议员可以告诉我们 其实实际上人工面对哪一些难题 那么在这次的预算案中 是否有解决这些问题呢 所以我们随着我国面对疫情的这个冲击 以及数码经济和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 所以我们会面对很多挑战 主要这基本上我看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能说是比较全面化 包容化也是对增下药 一方面就是帮雇主们 还有企业 减低他们的成本 另外一方面就是鼓励和帮助工友们 各阶层的工友们 因为我们工友们就是 随着疫情的这个现象 就是很多对工作这方面很担忧 特别是就业以及就业能力 这两方面 所以我很高兴就是今天财政预算案所宣布的 既能创前程的补助金 填补500元 那些40到60岁的国人也是能拿到更额外的500元 这两部分就是能鼓励我们的工友们 不只是工友们 只是那些自由自顾的工友们也会能受益 让他们应变悲变 以时拒敬 好 谢谢郑宇远 把时间交回给丽婷 и谢谢郑宇远